欢迎收看不土不快不好不爽的土豪影院 想必大家对陈真这个角色并不陌生 无论是李小龙还是李连杰饰演的陈真 都是快智人口的经典角色 今天我们带大家重新认识一次这个经典角色 给大家介绍一部奇葩电影陈真新传 故事一开始还是老套路 日本人四处抓捕陈真 陈真行计暴露和几个日本武士打坐一团 然后一个日本武士直接掏出了墙 陈真心想 卧槽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随后陈真和他妹一起被俘 这是因剧情需要一个银僧模样的日本人出来解释剧情 说给陈真注射能控制精神和长生不老的生命二号 这个名字不是我编的 真的就叫这么2B的一个名字 我想看到这儿大家和我一样要问 为什么要控制陈真并让他长生不老呢 这位银僧的逻辑如像 因为陈真有精武精神 建武精神是中国精神 所以控制陈真就等于控制了中国 控制中国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 嗯 你开心就好 于是日本研究小组集体注射了生命二号 我X大日本帝国科技真发达 居然还有塑料针管 不过燃冰卵 刚打完针就地震了 所有的人都被埋了 随后屏幕上显示了我的艺术字般的题目 时间来到一百年后 几个日本人追陈真他妹 为显示这几人武功高强 本片酷爱拍一下他们跳起 然后接一个双脚落地的镜头 日本人追上他妹并玩起了神意 众人狂笑了十几面 长毛浪人开始拷问他妹 陈真与生命二号的下落 这时陈真出现也是跳跃 然后拍脚 双方进行了一番打斗 你X刚才不是穿着褐色衣服吗 本片企图让这个很傻逼的陈真 看起来很牛逼 她的每次杀招 都是伴随着杀猪般的喊声 并重放几遍 最终日本人可能受不了她的喊声 纷纷倒地毫无还手之力 而她却没在这时捕刀 而是选择带着妹妹逃跑了 逃跑了 长毛喊道 八嘎 陈真 你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孙五 你还真是中日文化大融合 陈真不知道又从哪弄了一身白衣服换上 然后她妹说 我觉得你穿白衣服 比穿黑衣服 显得更年轻 更帅气 放屁 明明他一样丑 随后两人在深深老林中 捡了一个路边摊五毛钱的发卡 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发夹 带着看看 不 我要哥哥给我戴上 大姐你能不能把脸上的血擦一擦 然后她妹就不停地转 不停地问 哥我漂亮吗 我漂亮吗 漂亮吗漂亮吗 大姐还有人追杀你们 能不能严肃点 看到此时此刻 我真恨不得弄死她 想什么来什么 终于一根天外飞烛插死了她妹 超天的大地呀 这是哪位天使大姐听我出的这口气呀 而陈真对她妹的急救方式 就是狂叫妹妹妹妹 并晃动她的身体 这种无用的急救持续了几十秒 唉能不能赶紧来个人 把她也插死 这是来了五个黑衣人 这大日本帝国是穷得连内衣都买不起了吗 同样是重要的招式放三遍 陈真毫无悬念地搞定了她们 然后埋了妹妹 这深山老林里 你从哪找的蜡烛和烧枝 紧接着她遇上了女主大兄妹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 不是我想留意她的胸 而是每次女主出场 导演都用一种特别猥琐的角度拍摄 大兄妹毫无安全意识 来到深山老林里见网友 你就是灵异王子 我的真名叫张翰 结果她被张翰飞离 陈真英雄救美 兄弟 被大兄妹和她哥收留 并请她吃饭 而这儿有个问题 咱们洗菜的时候有黄瓜 桌上的菜却没有黄瓜 请问黄瓜去哪了呢 期间我万万没想到 大兄妹的表哥说 这是存放了十年的一品卢浮酒 这个是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好酒啊 这么垃圾的电影 还都有植入广告 随后大兄女被绑架 陈真去救人 又是三个跳跃 接三个双脚落地 出来四个白衣人 陈真轻松搞定他们 借着长毛请出大兄女 要求陈真交出生命二号 陈真气势如虹 喊得像杀猪一般的冲向长毛 结果被陷阱夹住 然后被众人一顿海扁 这时想要和陈真比武的 日本武痴来救了 已经被打成猪头 应该是打得更猪头的陈真 然后不知所云 反正是武痴和陈真进行了比武 陈真又是两招 重放三连击 击败了武痴 正当二人惺惺相惜之际 又一把天外飞刀插死了武痴 看来这个电影里 飞行暗器是无法被躲避的 陈真继续使用晃动肩膀 加大喊名字的急救方式 顺利送走了武痴 反派们也横讲江湖道义 拿着刀围观男主的感情戏 陈真几下搞定他们 又遇到了长毛 要求用大兄妹交换生命二号 这这这这种山寨三无药品 不吃恐怕还能多活几年 我要是长毛 我宁可不换 大兄妹回到男主身边 于是男主迫不及待的 陈真重计 一刀直插心脏 心想你们他妈真幼稚 我能拍出这么垃圾的电影 早就没心没肺了 于是拔出了心脏上的刀 一刀飞死了黑衣人 并KO了所有白衣人 然后一路追杀长毛 沿途来来回回 就是这么几个黑白衣人 一个白衣人想没有心了 我插你肾 老子身早拿去换 爱疯了 毫无影响继续战斗 终于陈真找到了大兄妹 大兄妹说别怪生命二号了 我们双速双飞吧 男主坚决不从 这时大兄妹调出了和他妹 同款的五毛发卡 男主瞬间被赶化 温柔的帮他戴上了发卡 大兄妹对他一笑 男主回他一笑 正当我们以为激情戏将要上演的时候 男主一掌砍倒了他 终于在一座庙里追上了长毛 长毛抛出飞刀 飞行武器仍然无法躲闪 即使男主也不例外 一刀又插中心脏 但是没有什么卵用 陈真拔出了刀 飞回给长毛 长毛自然也无法躲开 两人开始在泥水中扭打 这是居然响起了吴剑道的背景音乐 你开枪打死我了 我再也不想听这首曲 能不能不要再这么会经典了 总之陈真一刀插死了长毛 大兄妹找到了陈真 陈真幻想着他妹 然后终于他妹的死了 大兄妹把他们兄妹合葬 电影终于结束 这绝对是陈真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 这么多日本人带着刀在我国领土内穿行 应该早就被群众打死了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关注土豪影院 五毛特效 有种 想看更多最新电影或奇葩电影吐槽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